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大枢纽 全程18.55千米 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中低速磁浮商业运营线路 每天平均能够发送旅客7000多人次 一进入车厢内干净舒适的乘坐环境 让奔波于旅途的乘客未感轻松 大爷您好 那个问一下那二位啊 您知道这趟车是什么车吗 自我列车吗 自我列车 您经常坐吗 我今天都会 都一会 怎么样觉得感受了吗 很好 就和您平时常坐的什么高铁啊 地铁啊 或者轻轨之类的比起来呢 就有什么差别吧 这儿不当然了吗 哎 帮了比较平稳 可以 不错 我的噪音 没那么多噪音 对对对对 而且地铁噪音很大 这个平稳 嗯 噪音低 这次是很舒服的 这个车感觉比较舒服 比较方便 整体而言 感觉舒适度比较高一点 我是第一次 怎么样 你和其他的车比起来 哇 舒服多了 我觉得 而且稳定性比较好 这种中低速磁浮列车 是利用电磁原理 通过电磁力将车辆悬浮起来 这样 列车与路轨之间 就没有了摩擦与震动 就像坐在一个气垫上一样 中车 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也就是这种磁浮列车的出生地 龙鸭在科研人员的带领下 详细了解过了磁浮列车的工作原理 当再次乘坐这种磁浮列车后 它又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坐起来还真的挺稳的 是吧 嗯 挺舒服的 反正我觉得如果说大清早 如果说把磁浮的技术放到北京去 我早晨不坐地铁了 我换成是一辆这种磁浮列车 我可以在车上化妆 就期望可以在车上化妆 它没晃动那么厉害 你说坐地铁吧 我这画眼线呢 一阵 直接画成眉毛了 但是真的很平稳 除了到拐弯的时候小点心 小心一点 还有那个稍稍的一点小晃动 也没什么噪音 我觉得如果说让我在这上面睡觉的话 我可能就睡过站了 这个座位 感觉特像动车那种啊 挺舒服的 我一开始以为它也就是像地铁那样 一排一排的 然后上面还有把手可以拉着 想象中的真的不太一样的 挺好玩的 这车怎么开得都很快啊 由于车辆运行平稳 噪音小 这给龙牙一个错觉 感觉车辆的速度不是很快 但其实 这种中低速磁浮列车 虽然叫做中低速 但是它的设计时速 也达到了每小时100千米 当今 世界轨道交通的提速 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瓶颈 轮轨关系的轨道交通模式 限制了高速列车的发展 只有换代升级为磁浮列车 才有进一步提速的空间 目前 全世界很多国家 都在研究磁浮列车技术 日本甚至研究出来了 最高时速为 每小时605千米的 高速磁浮列车 那么 在这追逐高速度的今天 我们为什么还要研发 中低速的磁浮列车呢 它的优势呢 主要是在一个静音 无论是对乘客而言 还是对周围的这个环境而言 低噪音 它没什么噪音 第二个 优势呢 震动也比较小 第三个呢 它这个 可以做的转弯半径啊 爬坡能力啊 就是比较高 这样在有些地势不利的情况下 你可以不用打隧道 因为打隧道皮 价高价这个是比较贵的 另外一个减少拆迁 你比如说这有一个 这个比如说 有个加油站 或者有个小区 你正好规划线路 从这走的话是比较好 那你就可以把它绕过去 这样的话呢 也解决一些成本 虽然磁伏列车有着诸多优势 但是也许有人会认为 磁伏列车这么大的重量 靠着电磁力来托矩着 这电磁力 会不会就是电磁辐射呢 如果泄露出来 对人体的健康 会不会有影响 大家对磁这个东西呢 因为我是这个感觉呢 是分两个阶段 最开始呢 大家认为磁都是好的 因为你看我们呢 最开始的时候 有这个磁画碑 有这个磁的保健仪 就认为磁场对人是好的 后来慢慢呢 就是大家对辐射这个概念 建立起来以后呢 又是谈磁色变 因为一提到磁呢 大家会想到电磁 一提到电磁呢 就自然会想到辐射 所以呢 就是大家就把这个概念呢 就是实际上 潜移默化的 就认为这个磁伏列车 就会有这个辐射 磁伏列车的本身 这个辐射问题呢 实际上它一定 意义上来说是个伪命题 为什么说是伪命题呢 因为我们知道 辐射两个字 它首先要能震荡起来 就不管是震荡的电场 还是磁场 它一旦就是震荡起来以后 才可能向外 发生一个辐射的波 或者辐射的一个能量 但是我们知道 磁伏列车的这个磁铁 或者这个磁场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是利用来克服 这个车体重量的 它这个重量 不会发生震荡变化 这很利好利 它一直是这个重量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的磁场呢 也一直是这个磁场 所以它实际上 它产生的这个磁场 是一个近似稳定的 一个稳态磁场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它不具备震荡的 这个基本条件 它怎么可能辐射 第二个角度 就是我们从专业角度来说 磁场呢 它会有漏磁 就是说 它呢 就是本来是 还可以闭合在一个磁路里 但是它有一个少量的泄漏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磁幅的间隙 是非常小的 比如说 中低速磁幅列车 是8毫米左右 而高速磁幅列车 在10毫米左右 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里头 磁场大量的闭合 在电磁铁和轨道之间 它的这个泄漏呢 也是非常小的 所以从源头 和它的这个磁洁路 两个角度来说 它这个磁场本身的这个辐射 我认为 它实际上是一个伪命体 虽然专家说了 磁幅列车产生的磁场强度值很小 但是龙鸭就想眼见为实 看看 磁幅列车 到底能产生多大的磁场 于是联系了专业人员 实地去测量一下 磁幅列车的磁场强度 在专业人员的带领下 来到了一处住宅小区附近 这里距离磁幅轨道 大概有30至50米的距离 而龙鸭选择了 距离轨道大概10米的位置 目前 我国的相关规定中 电磁场的最大允许强度值 不能大于400纳特 那么磁幅列车在经过这个地段时 会产生多大磁场强度呢 很多人会有疑问 说这个磁幅列车 它从我们家门口经过 会不会对我人身健康产生影响 它的这个辐射 会不会影响到我的休息 睡眠什么什么的 我们现在差不多这个距离 应该是要比其他的小区的居民 还要离得更近一些的距离 对吧 我们现在距离它也就差不多10米 10米的样子 我们来测一下 差不多在10米的距离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辐射值 出来了 咱们现在这个数值是311.1 第一辆车过去后 测得的数值是311.1纳特 龙鸭觉得这样小的数值 是不是没有测对呢 没一会儿又驶来了一列列车 过去了 就过去了 对 你看我们现在的厕值是378.9纳特 378.9 378.9纳特 那就是这个距离 我们贴的算比较近的距离 都还挺低的 一般人家里面他离这个轨道怎么着 也得个100米 最近的也不会超过100米 对 那基本上到了他们家入户的话 这个轨道是否能接近零了吗 可以忽略不计 可以忽略不计 对 距离远的话 它的轨道会小很多 它的轨道会随着距离的增大衰减 连续测量了两列列车 得到的数值出乎了龙鸭的意料 没想到在这10米的距离 测得的磁浮列车经过时的磁场强度 只有300多纳特 不甘心的龙鸭来到磁浮快线的车辆段 要近距离的测量磁浮列车的磁场强度 我们现在测一下这个车在静止状态下的电磁辐射 对 我现在现在这边已经开始测试了 现在已经开始在测了 对对对 我们是要在一个0.3米的距离 就是这个距离 离那个车的车体0.3米 离车体0.3米 现在这个数值是 3.284UT 静止状态下 很小 是在标准值以下 在标准值之内 对 那车起步一下 你现在把车起一下 发动一下 起步的过程中 它的最大值是6.102 6.102UT 这个也是在标准范围内吗 对对 在标准范围内 我们来测它的这个数据 是不是这两个数值就够了呢 对对对 是的 在距离车身 大约30厘米的距离 所测得的数值 在7微特以下 这个数值 远远低于国家规定的 标准允许值 专家告诉龙亚 只要是用电的设备 就会产生电磁场 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 常见到的家用电器 会产生多少磁场呢 看我们这里办公室 放了一个微卤 要不我们先测一下 它的那个智能弹度 是呀 直接测到一点 然后我按一下这边 它就是保持最大值 按它的最大值值做 嗯 这数值是在不断地升高的 是的 我们做时速列车的实验的时候 它会做实验的话 它会有一个标准 先是16.2 就是不能超过这个纸 但是微波炉已经超过了 微波炉的伏特其实是比较大的 我回去把我们家微波炉扔了 因为毕竟它这个是 人也不可能一直在微波炉面前站着 对 因为我这个距离比较近 然后一般的话我们就离得比较远 经过五分钟的测试 微波炉的磁场强度值测出来了 时间会结束 现在最大的数值就是21.53 紧接着 轮压又对电吹风和体虚刀 等小功率的电器进行测试 我常用的吹风机 如果测出来数值太高 我以后吹头发都会有阴影的 现在它的图色最大值是645点 怎么这么高啊 645点 它单位小了 单位小了 单位是纳特的 可以坦然的吹头发了 是的 对 来测一下 测出的结果显示 这些小电器的磁场强度 都不高 还是非常非常小 对 这个纸还是很小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吗 对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通过刚才的测试 我们可以看到 实验幅列车的辐射比微波炉会小很多 实验幅列车周围的居民 对这个实验幅的辐射 他们有很大的顾虑 主要是他们对这个不了解 我们通过今天的测试 可以看到这个值 比微波炉要小很多 而且列车通过他们家门口 是一瞬间的 实验时间很短 而且这个距离也很远 从这三个方向考虑 磁浮列车不会对他们的健康 造成任何影响 磁浮列车以它优异的性能 成为当今世界最先进的 轨道交通技术之一 但是也有人会提出疑问 磁浮列车是行驶在户外环境中的 尤其是1500伏高压的受流轨 不可避免地落入在外面 如果遇到狂风暴雨 会不会瞬间击穿 导致1500伏高压的两端产生回路呢 为此科研人员设计了磁浮列车淋雨系统 因为这个磁浮 它是我国狩猎的商业为目的运行的车 它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 如果说它一旦在暴雨过程中发生了故障 那么就会在大家心里会有一个 它的安全是不是有保证的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淋雨实验 它是模拟的工况 就是在一个全球最大的暴雨量的状态下 然后它还是可以正常地去运行 所以说这个淋雨实验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们在淋雨过程中最担心的问题 就是受流轨跟受流轨之间 通过淋雨后卫中间产生的回路 这个是我们当时是不知道的 就是心里是完全没有敌的 因为没有人做过这个实验 最下面的这排喷水管 就是针对1500伏高压轨道 特别设计的 当所有的喷水管第一次全部打开 喷向列车时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随着一项项数据汇总上来 磁浮列车各个系统运转正常 淋雨实验 一次成功 我们在这个恶劣天气 比如说下雪天 我们也做了各种制动 这个悬浮这种实验 最后我们证明下来 这款车对天气的适应能力 要比轮轨要好 因为它没有轨道相互的作用 那么在下雪 下大雨 或者是这种 恶劣天气 反而它运行的还 效果更好 但磁轮轨它也不会打滑 因为它是靠电磁力的 这种效果 磁轮轨还是有优势的 在恶劣天气下 为了列车的运行安全 大大小小的验证实验 科研人员已经不知做了多少回 尤其是对车辆行驶过程中 可能遇到的突发事件 也做足了相应的准备 整个列车的运行 整个列车的这种运行呢 是靠我们1500伏的直流来驱动 那么这个 假如这个1500伏直流驱动呢 我们首先列车的自动反应 就是要自动 让车停下来 停下来呢 就是大家会不会担心 就是说这个悬浮系统没电了 啪就一下砸在轨道上了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因为我们整列车 还有蓄电池 会支撑我们这个列车 平稳的 制动停下来 然后慢慢落下去 就是说这个过程 就非常平稳 就是车辆静止之后 车才会落下来 这个过程是慢慢的 不是这个突然爬就咋下去 这个是不存在这种方面的安全影响 这制动系统呢 是靠这个我们的气动的制动 那么它在这个储能缸里边呢 能够保持三次紧急制动的这种能力 所以没电了也是安全的 有了各项安全的保障 磁浮列车也使入了人们的视野 自从2016年5月6日 长沙磁浮快线开通运营以来 已有接近300万人乘坐磁浮列车 安全往返于机场与高铁 这两大枢纽之间 然而在这安全运营的背后 除了有研制磁浮列车的科技人员的努力外 还有一群驾驭他们的行车调度人员 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磁浮快线的运营指挥中心 这个指挥中心肩负着我们磁浮快线日常的行车 还有供电的监控及缓控的监控 还有平时的应急事件的处理 供电是在这边监控它的这个线 我们的电 车站的缓控系统和我们信息手法全部在这里 下面有那个一块就红色和黄色的 红色的是拥有路段吗 还是坏了 这个是我们的控制中心的大屏 这个大屏上大概有这么三块 第一块像右上方这一块 就是我们的行车的线路 我们整个磁浮快线的线路都在这上面显示 也就是我们信号系统的ATS的一个投影 然后下方这一排六块屏是我们的中央CCTV监控系统 它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车站 轨道 还有一些关键部位的刀刹的运行情况 这个可以随意切换吗 对 我们这个每个角落我们都是能看得见的 整条线路上一共有多少个摄像头 这个大概有百四来个 对 然后最左边的六块屏是我们的电力的监控 它的负责主要是将把Y网过来的10千伏交流电 转换成我们的1500伏直流电 供给我们的列车来使用 如果说这个轨道上就是有这个小鸟落上去 或者是这个个家电网 它电死的这些鸟尸体在那边 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列车的运行 你这边会有显示吗 一般小鸟的话 如果说小鸟还不至于 如果说大一点的起雷吧 它碰上之后我们电网会产生了一个波动 这样我们的这个包警信息会出来 但是这个波动对我们的列车 正线运营不会产生影响 仅仅是出现一个小的一个电压的一个波动 这边如果那个客流量比较大的话 始发站会再增开列车 对如果根据我们的客流情况 如果突发大客流 我们及时会从车辆段里将我们的热备车及时组织出来 来调配这种客流及时缓解 整个的这一套控制系统和那个什么地铁高铁这类型的 是一样的吗 总体上来说本质上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磁浮线路有针对我们磁浮线路开发的 根据磁浮的一些要求 一些线路特点 它开发了一套专门的应用于磁浮线路的一套信号系统 在磁浮快线的运营指挥中心里 工作人员时刻监视着列车运行的状态 及时应对线路上的各种突发事件 因为磁浮的无能轨的情况 而且它的刀叉的体量比较大 那么在进行这个调度的时候 终点要关注我们的刀叉的安全 刀叉的到位 对我们行车的安全是有很大的这么的影响 磁浮列车在运行中 工作人员的每一次操作 每一道指令都关系着列车的运行安全 但是最终的目的就是为让坐在磁浮列车里的乘客 能够安全地到达目的地 夜幕降临 当最后一班列车返回到车辆段后 负责维修的工作人员 也开始对磁浮列车进行日常维护 由于磁浮列车的走行机构相对简单 不像轮轮列车那样需要对齿轮箱 轴承车轮等部件进行维护 因此也减少了维修人员的工作量 磁浮列车融合了轨道交通及现代科技的优势 只要因地制宜合理发展磁浮轨道交通系统 就能真正体现出磁浮列车绿色安全的性能 由于航道限制地质机构复杂 两座跨度超千米的大桥要一跨过江 直径五厘米的钢丝能否降伏着昂然大雾 敬请收看超级悬索桥上级